自從在群組上分享了我怎樣切橙給嘉楠吃 之後陸續都收到很多媽媽去問我 怎樣可以切橙給寶寶吃 她寶寶一歲又應該怎樣吃橙 九個月又可不可以吃橙 應該怎樣切給她 所以我就決定拍一條片給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K4Gala 首先買橙我會買大一點 好像這兩個尺寸一樣 是手掌那麼大的 因為越大的橙 果肉就越多 你都會容易切給寶寶吃 首先頭尾切一刀 之後就在旁邊那邊沿著皮切下去 這樣就可以把整個橙外面的纖維都可以切了 我是很討厭用手撕橙的 因為用手撕完呢 真的會塞在指甲上 還有有一陣味我覺得很臭 所以我喜歡用刀切橙 還有如果撕橙呢 會有很多的纖維 其實就算大人 有時都吃不到 整塊撈出來的 所以寶寶更加吃不到 所以用刀切的方法就比較好 可能又會想這樣就沒有了些纖維 的確是的 但是橙裡面有很多其他的營養 如果真的想吸收纖維 可能吃粟米那些就比較好 如果想在橙上吸收纖維 我就覺得是難一點的 而且它真的比較難咬 切完橙皮之後可以分開四片 大約1cm一片左右 一個橙通常都可以切到四片 之後我們就分開不同大小的BB 應該怎樣撕橙給它們吃 碎半的BB 現在這樣一片橙 你只是在中間那裡拿了那個衣 就可以整片橙給它 正常是可以吃到 不過你也要看著它吃 有時這個衣比較硬 它們都會懂得拆出來的 其實是碎半的 一歲的BB 你看到一片橙那裡 其實分開了有很多格的三角形 你可以預算兩至三格 一塊給它 剛剛開頭你可以試一下給一格 如果OK就可以兩格好像圖裡面那樣 兩格兩格分開給它 自己用叉食用手吃就可以了 九個月大的BB 都是這樣一格一格分開 但是呢 將那塊衣撕走 很簡單的 一個三角形 很輕易就可以整格橙肉這樣撕走出來 那它們逐粒吃 那整格是完全沒有衣 全部都是橙肉來的 沒有了那塊衣 那它們放進口 其實就是橙汁 沒有了渣的了 那正常九個月都可以吃到 六個月大的BB 就是剛剛加固的BB 可以直接去做橙汁給它 或者好像途中那樣 撕掉了衣之後呢 一格再分四份 我都做了一幅圖給大家 清晰一點去看看 不同大小的BB 應該怎樣去撕橙 那都看自己BB本身 吞飲食的情況去調校 至於一天可以吃多少個橙呢 其實一歲之後 每天可以吃到四個中尺的橙 加藍可以自己吃到一個 四個橙聽起來很多 但如果你拿來渣汁 就等於一杯果汁而已 所以如果是喝橙汁的話 就容易攝取過多的糖分